第1461章 黎明之前 随着与魔鬼王城的不断拉近 福岛遭受到的攻击也越发猛烈 从最开始的一天一次 到现在的数小时一次 往往上一波袭击尚未结束 第二波又出现在天际线上 只有入夜之后 福岛才会迎来片刻安宁 所有未完的工程和地面设施已基本停摆 施工队已把所有人力与精力都放在了休憩跑道上 不过面对敌人如潮水般的攻势 罗兰也不敢让空骑士多做追击 这使得压力全落在了埃利诺身上 而另一个变化是 高阶魔鬼的数量也在飞速增加 其中既有以自身强度见长的 也有能力诡异 变化莫测的 无人机枪塔随之出现损失 这进一步放大了防守压力 到第二天下午 敌人第一次突入到了福岛内部 数只高阶魔鬼用魔力之刃展开密封闸闸后 埃利诺随即发出了入侵警报 武装到牙齿的神法女巫 构成了第二道防线 双方在狭窄的过道内展开厮杀 这一幕宛如联合会数百年前所预设的战场 只是两边所处的位置 整个对调过来 在阿卡丽丝的构想中 神法女巫是刺入魔鬼阵地的毛间 是摧毁方尖杯和母体的关键 只有摧枯拉朽击破抵挡的敌人 人类才有获胜的希望 而在福岛中 魔鬼却变成了进攻的一方 神法女巫 只需要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即可 不过他们的实力标准 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神法女巫 本就是针对高阶敌人培育出来的克星 被封禁能力的魔鬼 在一群类似超凡者 且不惧疼痛的古女巫前 很难占到任何便宜 何况他们手中还握着枪 因此 尽管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但他们依旧将敌人阻拦在核心区之外 与此同时 地面也出现了魔鬼部队的踪迹 其中大部分是蜘蛛型鸡兽 先是零零散散几个 如今已集成了一小片小片的黑色水蛙 简直就像等待尸体的蚂蚁 艾格莎望着浮岛下方的景象 低声难难道 如果我们坠落下去的话 他们一定会一拥而上 把所有人撕成碎片 更多的魔鬼还在路上 看来 敌人是想包围我们 菲利斯的 神情也颇为凝重 过去联合会 想靠一支超凡部队 彻底击溃魔鬼 现在来看 这个想法实在有些天真了 嗯 就算没有假面 和他的共生体大军 这个数量 也不是联合会能够吃下的 兵女巫闭上眼 我们太小看神医之战了 但你们至少保留下了希望 罗兰宽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论女巫帝国的结局如何 在人类经历过两次彻底的 惨败后 他们依然将抵抗的火种留存下来 而不是全盘放弃 光这一点 就十分不易了 陛下 这时菲林带着一份最新情报 走了过来 魔鬼的浮空城航线出现变化 似乎转向了 我们这一边 报告者是谁 是探险团的闪电小姐 她还说 对方同时扩大了 孔兽的巡逻范围 她和麦西已没法在 继续留在附近监视 最后闪电小姐提到 王城下方有极为惊人的魔力 反应一出 即使是不擅长感知魔力的她 都察觉到了那股灼人的气息 罗兰不由地与 艾格莎对视了眼 你觉得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后者摇摇头 不过既然魔力凝聚到这个程度 绝对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东西 跟我想的一样 罗兰同意道 真是让人惊讶 不是吗 共生体 高阶进化量产 神造之神 魔鬼这百年里涌现的新东西 还真可谓层出不穷 哪怕神异之战刚开始时 他们还在使用普通古猫 这时已经换成了可爆炸的改进品 虽说不是每个狂魔都能拥有 即便所用的不是人类的火药 也必然是受到了相应的启发 过去人们常说 战争是文明最好的催化剂 看来还真有几分道理 罗兰望向投影上方 昏黄的天空 神明 这就是你希望看到的景象吗 毫无疑问 若是继续顶着攻击前进 他们没有任何胜算 此时的浮岛宛如溺水行舟 而那汹涌的黑色水流 便是成千上万的魔鬼 敌人数量再翻个几倍 岛内必然会出现大量伤亡 而且从魔鬼王城涌现出的强大魔力 以及主动靠近的举动来看 他们应该还藏着不止一张决战的底牌 不过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和对方面对面 拼个你死我活 地图上浮岛的位置 离标记的红线尽头还差那么一点 但既然魔鬼愿意主动缩短这段距离 他也可以省下点功夫 通知所有人去会议室集合 罗兰向飞林吩咐道 是时候了 指挥所里的众人皆放下手头的工作 齐齐向这边看来 房间里顿时变得肃静无比 遵命 陛下 骑士挺起胸膛 抬手行礼道 数分钟之后 高层齐聚于剑桥顶层中 残阳正在一点点坠入大地 天际线呈现出一片血红 而骑将场上横躺着的众多魔鬼尸体 敌人将进入我们的最终打击范围 罗兰向一个个与会者望去 他们围绕长桌 分成两排 一边是女巫们 安娜 温蒂 艾格莎 菲利斯 一边是军方指挥 铁斧 伊蒂斯 布莱恩 菲林 每一双眼睛中都充满着无言的信任 即使敌人如阴云般铺天盖地 也没有一人露出退却与不安之意 这个计划 我想以无需再重复 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 各位就一直参与其中 见证了他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罗兰缓缓说道 虽然提出计划的人是我 但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 他并不会成为现实 样弹试制 参数计算 构型 选择 空头试验 即使有辉宝设计局的协助 他也按照流程一步一个脚印地 完成了从实验品到入役武器的全套检验 为的就是 实战中不出现任何意外 为了尽可能减少被发现的几率 以及避免路途上不必要的损耗 鸡群将在凌晨五十左右出发 夜行充满风险 但我相信 提力能带领空骑士 做到这一点 如果一切顺利 明日清晨时分 天边将会多出一个新的 太阳 见会议事中 无一人有意义 罗兰站起身道 那么 我宣布太阳之灰计划正式启动 他顿了顿 记住 最黑暗的时刻 正是黎明之前 第1462章 辗转漫长的夜 凌晨十二 零零 鸡库中 灯火通明 所有的发光魔石 都被聚集到此处 除了提供照明外 他们还有部分 将被安装到飞机上 以补充光源的 不足 这次行动 空骑士将倾巢而出 两百多架飞机 不仅是无东现今 全部的空中力量 也是所有人类的希望 数百地勤人员 推着小车 奔波于库房之间 检查着每架飞机的状况 而带头者便是安娜 她扎起头发 脚踏筒靴 一袭工作桩的模样 给众人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也让场中的气氛 十般清澈的眼睛 深深地硬刻在她的脑海之中 凌晨一 三十 检查完毕的飞机 开始进行 加注燃油作业 所有排气扇满功率运转 以降低空气中的油气含量 由于对照明要求不高 同时为了减少火灾风险 这个步骤 被安排在机库和地面起降场 同时进行 其中 地上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两架单翼 四发轰炸机了 尽管在指标上缩水不少 但她的体型 依旧足够壮观 超三十米的翼展 以及漆黑的涂装 让她看上去 鹤立机群 换装凤凰号的发动机 让她只能以底油飞行 不过换来的是可靠成熟的机体 正因为如此 工程部才能敢在计划实施前 抢出两架来 当然 她引人注目的地方 并不只有在大这一点上 由第一军和神法女巫严密看管的机库 同样表明着 她的与众不同 虽然大部分人 没见过那颗被寄予厚望的 武器究竟长什么模样 但依然不妨碍他们明白 这两架轰炸机将是左右占据的关键 凌晨三 凌零 空骑士齐聚一堂 进行最后一轮路线回顾 记住 夜幕下 没有任何可以为你指示方向的东西 天上的星星 会迷惑你的视线 地上的亮光 则是敌人的篝火 提力站在讲台上大声说道 你们唯一可以相信的 只有 前方飞机闪烁的尾灯 睁大眼睛 看清楚自己队友的方位 一旦离开福岛 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 如果一切顺利 我们将在破晓时分抵达指定区域 之后 两架轰炸机会先后投出炸弹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的任务 便是全力保住主攻守 不受攻击 击落一切试图靠近的敌人 不管他是恐兽 还是高阶魔鬼 听清楚了 由于两次投弹存在 时间差 以及炸弹的巨大威力 所以切记 不可太过靠近目标 另外 不管结果如何 鸡群都必须立刻返航 罗兰陛下允许失败 但不允许把人类的有生力量 葬送在一场战役上 只要天空还属于我们 希望就不会断绝 去住写人类的新历史吧 此次行动 我与你们同在 遵命 殿下 所有人齐身呐喊道 凌晨三 五十 老实说 我有点紧张 凤凰号的闲踢旁 罗兰看到提力的手 正微微颤抖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对方 露出如此不镇定的神情 此时离预定起飞 时间只剩半个小时 两百架舰载机 放到另一个世界 也是能撑起四 五个攻击波刺的大行动了 必须提前起飞 整列队形 才能保证之后的 长距奔袭 不至于掉队太多 害怕吗 也许 他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又摇头道 不过 我想更多的是期待 哥哥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我一想到那天就快要到来 便有些按捺不住心底的情绪 等到神异之战终结 灰烬将重归世间 这也是支撑 他战斗到现在的信念 那 我记得 罗兰柔声道 但前提是你要安全回来 才能证明我没有骗你 提里抬起头 哥哥 你能抱我一下吗 他缓缓伸出手 将对方小巧的身躯 揽入怀中 后者向前自然倾倒 额头已靠在他胸前 时间 仿佛又回到了一年之前 他便是这样 在他怀中放声哭泣的 片刻之后 提里的呼吸稳定下来 我出发了 他退后两步道 去吧 他登入座舱 拉下机舱盖 朝罗兰张了张嘴 从口型来看 那是一句谢谢 闲梯被撤下 螺旋桨旋转起来 凌晨4 20 福岛1至10号闸门全开 双翼级编队 陆续飞离母舰 希尔维 用魔眼密切注视着 全局情况 提醒那些有可能掉队 或偏离空域的飞机 回到正轨 漆黑的夜空下 200多架飞机 围绕埃利诺号盘旋 仿佛成群的萤火 这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阶段 缺乏雷达指引 和夜市设备的驾驶员 甚至无法分清 天空雨入地 而起飞的飞机多了 那些飘忽不定的航机灯 也会给空骑士带来混乱 如果不是闪电和麦希 在希尔维的指示下 抢在问题发生前 用敲玻璃窗的方式提醒大家 估计列队过程 都会损失掉不少飞机 凌晨4 55 罗兰通过电台 下达了作战开始的指令 海鸥号和凤凰号 作为机群领队 率先转入爬升 紧跟其后的是 两架轰炸机 他们分别被赋予了 昆鹏和和平方舟的名号 也是两个编队的核心 在之后 则是由天火号和天怒号 组成的护航集群 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编队 不过 那只是为了方便夜航所设 对于此次行动而言 无论那架轰炸机 都至关重要 不容有失 最后离开的是闪电和麦希 两人在指挥台前 向罗兰挥手告别 接着转身 飞向夜幕之中 加上海鸥号上的沙威 温蒂 安德利亚 希尔维等人 这一战人类可谓投入了全部空中力量 很快 庞大的鸡群 便被夜色吞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兰遥望着众人离开的方向 久久不愿离开视线 就算从不相信神明 这种时候能做的 也只剩下祈祷了吧 叶英低声感叹道 他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这恐怕也是 所有留守人员的想法 他们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 接下来便是艰难而胶着的等待 等待命运落定的那一刻 幸运的是 我们不必等待太长时间 安娜望向一片墨色的天际线 天 很快就要亮了 第1463章 高空投掷 古德紧握住操纵杆 眼睛直盯着座舱前方 真是 太黑了 天空 云彩 地面 除了那些固定不变的灯光外 他什么也看不到 甚至因为时间盯得太长 连那些尾灯都仿佛变得虚幻起来 自己真的有在移动吗 还是说 他们仍一直停留在原地 古德取下眼罩 抬手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 这时他才注意到 手套里已是一片黏糊 居然出汗了 上一次 出现这种情况 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恐怕得追溯到观看魔影的时候 他大口吸了两口气 同时默念起陛下的话来 黎明之前 最是黑暗 黎明之前 来聊天吧 不然我觉得自己要憋坏了 有那么一瞬间 古德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 那是分晶 用编队频道发出的传讯 魏魏 用电台聊天是违反纪律的 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正是海英兹 殿下规定的是 作战时不可用电台聊天 因为有可能干扰重要信息 现在我们还没进入战场 恐兽可没办法在夜间飞行 分晶回道 再说 我用的是编队频道 传不到殿下的耳朵里 耳机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好吧 我得承认 听到有人说话真好 另一人加入进来 伙计 你想聊什么 什么都好 不然大家数一数 自己都能看到几架飞机的尾灯 老实说 我快分辨不出 哪些是灯光 哪些是星星了 没错 随便说什么都行 我这能看到六个大的 我这四个 那你应该再编队侧翼 当心跟丢 很快频道变得热闹起来 显然这种既不知自己在何方 又不知要去往那里的飞行 对大家来说 都压力十足 至少上次在云层中穿行 还能看到扑面而来的云雾 即使偏航 也能独自返回 而这次不仅难以察觉到自己的 移动 一旦脱离队伍 凭借肉眼 也绝不可能再找到夜色中的 埃利诺福岛 听着队友们的过躁 古德不知不觉放松了许多 如何 这样聊能让你们轻松些吗 忽然 长公主殿下的声音插入进来 几乎是瞬间 频道里变得一片宁静 毫无疑问 有人将频道里的情况报告 给了殿下 呃 殿下 这都是我的错 古德硬着头皮 开了口 不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效的话 我也可以陪你们聊一会儿 提力却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但别忘了盯住自己的队友 少给闪电和麦前添麻烦 众人微微一正 随后欢呼起来 遵命 保证不跟丢目标 殿下 放心吧 我感到眼前都变明亮了 得了吧 拍马屁也得讲灰宝法 你以为自己是猫头鹰吗 轰笑声中 连轰炸机组也加入了频道 殿下 这里是昆蓬号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嗯哼 我们头弹仓里装着的 就是太阳之灰吧 但为什么和隔壁的不太一样 他们的看上去又大又圆 而我们的却像一个桶子 古德意识到 这绝对是一个流明历史的问题 因为你们那颗是工程部感知出来的 用的是更为简单的构型 就威力上 虽然不如隔壁那一颗 但用来击破敌人的首层防御 已是足够 提力解释道 不过话说回来 罗兰陛下对这一结果 似乎意外的满意 还说 这是历史的巧合什么的 殿下 我不太明白 不明白 就对了 长公主的声音 忽然变得很柔和 她呀 就是这么古怪的一个人 时间的流动仿佛变快了 就连眼前漫无边际的黑暗 也不复之前 众人的交谈 快看你们的右边 古德照着方向望去 片刻之后才察觉到 混沌中多了一片灰色 她夹杂在墨黑之间 一般人很难看出区别 但她的出现 却宛若荡开的染料 让一成不变的夜空发生了变化 受到这片灰色的影响 她边缘的天际 泛出了一抹紫蓝 那是破晓前的征兆 集中起精神来 提力喝道 我们马上就要到地方了 与此同时 海鸥号内 希尔维透过黑夜 已经捕捉到了 神造之神的大致位置 为了避免被千眼魔提前发现 她一路上都将能力范围 限制在高空 仅仅关注鸡群的路线 有没有偏离 直到时间接近浮小 她才小心翼翼 将目光投向地面 事实证明 无论是前期的航线推算 还是后期的实施阶段 大家都极为出色地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仅仅半刻钟不到 她便感受到了 视野之外神造之神 所绽放出来的惊人魔力 而随着距离不断拉近 这座完全被黑石壁 包围的巨型要塞 终于进入了她的观察范围 此刻 漂浮在半空中的巨大冷体 正处于静止状态 大概是为了节约魔力 她离地面的高度 仅有数十米 而在她的身后 驻扎着密密麻麻的部队 光长度便多达好几公里 天赐良机 她意识到 大概为了让地面部队跟上步伐 入夜后 神造之神也会停止前进 如此庞大的 目标完全静止时 炸弹几乎不可能投尸 更重要的是 此刻天人未破晓 外圈几乎没有巡逻的恐兽 这使得他们的首轮攻击 将占尽先机 希尔维拿起话筒 一边将目标的数据 告知轰炸机组 一边继续观察着敌阵 在她宽阔的球形视野下 战场的整体局势 渐渐显露出来 位于最上方7000米高空的是 两架轰炸机 那是恐兽需要花费 极长时间才能爬上到的空域 而中间2500到3000米的高度 分布着双翼机编队 他们将构筑起一道 密不透风的阻拦网 而神造之神 就在离击群不到10公里的位置 最多只要几分钟 昆蓬昊就能进行手弹投掷 但也就在这一刻 一只古怪的高阶魔鬼 闯进了她的视野 尽管相隔着如此远的距离 两者的目光却发生了对视 魔鬼猛然停下行动 仰头静立于空中 是眼魔 他看到了我们了 希尔维心里扑通一跳 虽然早就知道 魔鬼清朝迁移时 警戒眼魔绝对不会是个小数目 被发现是迟早的事 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 他依然感到心跳都慢了半拍 到这时候才发现 已经太晚了 安德利亚驱动聆听服应 向提里发出了传讯 轰炸机即将进入投单位置 注意规避 收到 对了 魔鬼也注意到鸡群了哦 他故作轻松地叮嘱到 是吗 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提里说完后 立刻打开了全队频道 所有人注意 现在向右翼时度进行回转 做好迎接冲击准备 浩大的双翼鸡群 顿时开始转向 而这时 天边的灰色已逐渐向白转变 整个穹顶的色调依旧很深 但至少不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而是近乎黑色的深蓝 星辰越来越暗淡 机翼上的亮光则愈发明显起来 唯一没有转向的是昆鹏号 它必须在投单前始终保持平稳 和兼职俯冲轰炸的天怒号不同 昆鹏和和平方舟 从一开始 就是专门为轰炸而设计的特种飞机 投单描具之类的设备 一应俱全 机舱还拥有加压功能 使得它的飞行高度 远远大于一般的双翼机 虽说夜晚视线极差 下方还有稀薄的云层 不过在希尔维提供的精确数据下 观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投单手简单核算了下航线 便朝机长做出了可以投单的手势 开舱 放 随着控制感被拉起 机身下方传来了一声闷响 那是沉重的弹体 与挂架分离的声音 当这颗重达四吨的庞然之物落下 轰炸机猛地向上一台 摇晃两下后才恢复稳定 而炸弹此刻已化成一个不起眼的黑点 在重力的牵引下 加速向神造之神坠去 第1464章 破晓 神造之神 王城之上 拥有众多脑袋的假面 并不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或者说只要错开各个脑袋的休息时间 他就能长期保持清醒 因此 颜未发现异象的瞬间 他便收到了警报 敌人来了 王毫无波动的意识也随即传来 从夜幕中 那些虫子想利用黑夜 避开孔兽的侦察 这点毋庸置疑 不过这么点铁鸟 又能做些什么 他们难道以为 自己仍旧毫无准备吗 我正在催那些伯格蠢货起来 不过 还需要一点时间 无妄的反应 明显慢了一拍 不过相较其他 只有一个脑袋可用的可怜家伙 他已称得上警惕心十足了 石蟹也无妨 纳索佩勒掏出迷你核心 我说过 我已经研究透铁鸟的作战方式了 尊敬的王 这些恼人的虫子 就交给我来对付吧 在他的魔力控制下 构成王城穹顶的黑石壁上 伸出了许多金石之鸭 这些原本属于初代共生体的一部分 不过 经过他的特殊改造 你不再发射结晶针 而是另一种特殊的微型共生体 经过几次交手 他已经看出 铁鸟 人类将其称为天火 天怒号的机械造物 存在一个显著的缺陷 尽管他们的速度 要比伯格尔异兽更快 但没法像后者那样 灵活改变自己的方向 速度越快时越明显 其飞行轨迹 呈现出一条圆滑的弧形 俯冲时 甚至无法进行滚转 这意味着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他们必然经过某个特定的位置 话而言之 只要提前决定好 真体的碎裂高度 共生体命中铁鸟的几率 便能大幅提升 当然 结晶针本身做不到这点 不过换的思路的话 把投射物 变成能自主判断情况的共生体 一切就容易多了 这些真状物 会在靠近铁鸟时自动炸开 变成一群能短暂 浮游的共生体 一旦落到铁鸟身上 它们就会像寄生虫那样 撕裂 肯是目标脆弱的外壳 假面 相信这套防御系统 一定能给偷袭者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不过透过眼位 人类接下来的反应 让它颇感意外 只见机械铁鸟 并没有趁恐兽 尚未升空的空荡 向神造之神发起攻击 而是集体向南转向 好像是在刻意避开王城一般 这是什么意思 虫子打算放弃进攻了 哼 它们跑了 看来你的那些玩意派不上用场了 无望轻哼一声 最终 还是得由我去追击人类 不 不应如此 才对 那索佩勒皱起眉头 他虽称其为虫子 但数次交手 已证明 这些无魔体 并不缺乏勇气 既然对方冒着风险 策划了这次夜行 又怎么会到了 关键时候 心生惬意 未战先退 现在眼未感应到的视野来源 仅有一个 说明 绝大多数虫子 仍未看到神造之神 夜晚限制了对方的同时 也变相削弱了眼未的感知能力 莫非 这群铁鸟 并不是人类的主攻部队 它脑袋里突然闪过一道电光 接着控制所有眼未 向神造之神周边空欲望去 这一次 眼未使用的不再是魔力 而是 千百只眼睛本身的视觉能力 你这是在做什么 吴王立刻发出了不满的抗议 假面根本没工夫 去解释 他 此刻全部的脑袋 都与眼未搏接在一起 过了好一阵 他终于在茫茫夜空中 察觉到了些许异样 只见一块不起眼的黑色金属 正在朝神造之神飞来 他的体积远比铁鸟要小 几乎很难将其和深蓝色的背景 区分开来 这个统撞物 立刻让假面联想到了 之前天怒号所投掷的爆炸物 不过 人类大动干戈 就为了这么一个玩意 即使如此 纳索佩勒依然向手下 下达了启动魔力屏障的命令 也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绽放出了一团极为明亮的火光 这也是他通过眼卫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 那道光芒仅仅持续了眨眼不到的时间 所有眼卫便和他中断了连接 而留在他脑海中的 是极为灼热的刺痛感与一片白芒 他忍不住低喉起来 然而 这并非结束 神造之神仿佛被什么东西 猛地推了一把 内部的城市在轰鸣中剧烈振战 穹顶发出尖锐的哀鸣 地面也随之塌险 那索佩勒只感到脚下一沉 身子宛若飘了起来 提力没有看到爆炸的瞬间 尽管他事先准备好了黑色墨镜 但想要用肉眼捕捉到那颗 从七千米高空扔下的爆炸装置 实在是件渺茫的事情 何况戴上墨镜 会让原本就糟糕的视线 变得漆黑一团 他尝试了几次后 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因此 当世界被点亮时 提力才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当时他正背对着神造之神 一瞬之间 机翼被映照的熠熠生辉 就连上面的锚钉都一清二楚 而突出机体的部分 甚至被拉出了醒目的阴影 以往只有破晓的晨曦 才能在夜幕中 照亮万物的轮廓 令黑暗缩卷其后 提力深吸口气 偏头望去 一团巨大的火球 出现在神造之神上方 数百米的空中 尽管它的亮度在急剧降低 不过仍轻易将浮空要塞 完全照亮出来 宏伟的黑石外壁上 冒起了滚滚青烟 仿佛被气流扫过一般 但提力知道那并非气流 而是强到一定程度的光照 它能像有形之物一样产生 冲击力 并点燃那些容易燃烧的物体 与此同时 火球外延产生了扭曲 一道波纹 向外迅速扩散开来 如果不是有神造之神 作为衬托背景 他根本看不到 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波纹 最先与下方的浮空要塞相撞 仿佛一只巨长 拍在满是灰尘的木桌上 大量尘土 瞬间被击起 几乎覆盖住了 追体的整个表面 接着是神造之神的其他部分 最后才是地面 从烟雾腾起的先后顺序 可以看出 这道波纹并非幻觉 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它在撞击地面后继续膨胀 并一路朝着 鸡群扑来 准备冲击 提力拿起电台话筒 大吼道 哄 震天焊地的爆炸声 也在这时 传到了它的耳边 寂静得夜 终于被打破 伴随着滚滚轰鸣 飞机 发生了猛烈的颤抖 同时在气浪的影响下 鸡身像失控了一般 向下跌落 数秒之后 才重新稳住姿态 这声巨响 犹如开天辟地的钟鸣 宣告着黎明的到来 一缕晨光越过山脊 投射在大地之上 而火球此刻 已变成一团黄褐色的烟柱 它的根部深深扎入神造之神内 顶部仍在不断上升 与片片云层结合在一起 提力再一次下达了转向指令 等到鸡群飞至东面时 它总算看清了 笼罩在烟尘之下的神造之神 从总体上来说 它几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比起下方 东倒西歪的树木 它依旧稳稳地悬停在半空中 但之前的爆炸 并非毫发无伤 在沉雾中若隐若现的黑药石 金字塔顶上部分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窝口 第1465章 博命之战 可 那索佩勒好半天 才从一片废墟瓦砾中爬起身来 如果不是它为自己 准备了加强型身体 估计这场阵战就能要了它的命 该死 那些虫子到底做了些什么 虽然一条命算不了什么 但它可没把握在王的眼睛底下 完成灵魂转移 还不被发现 在自己彻底取得核心控制权之前 应该尽可能维持现有的形象不变 这样才能降低他人的戒心 我的王 您还好吧 王城穹顶出现破损 魔力屏障被击碎 重新恢复时间 预计半个时辰 王生硬地吩咐道 必须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刚才的亮光和巨像是怎么回事 血腥征服者的声音也插入进来 为什么我在安列塔 也能看到后方的动静 眼卫呢 我联系不上眼卫了 吴王则有些惊慌 假面 你刚才动了什么手脚 他动了什么手脚 那索佩勒心头 忽然涌起了一团无名之火 这些空有一身力量的蠢货 难道还没弄明白 人类正在向族群发起 前所未有的攻击吗 刚才那道白光的亮度 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居然仅凭直视 就能造成伤害 如今他的十多个脑袋 大部分都已经失明 就算是太阳 也做不到这点 至于 那些眼卫的下场 不用想也知道 假面第一次没有伪装出自己的情绪 眼卫都死了 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吧 他冷冰冰地说完后 登上了最近的悬浮台 一路上 穷顶仍不断有碎片塌下 坠入宽广的浮游湖中 尽管这样的损害 不至于威胁到诞生之塔 但自从王城建立之后 此处还从没有被敌人染指过 这无疑会对族群心理造成不小的打击 爬升至王城最高点 一股滚烫的热浪迎面扑来 同时空气中夹杂着难闻的焦壶味 仿佛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火 他清楚地记得 白光最初出现的位置 并非紧挨着穷顶 而是离此处好百米的高空中 隔着如此远的距离 到现在还能余温犹在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环顾四周一圈 纳索佩勒才对整体情况 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毫无疑问 那块黑色金属便是造就一切的元凶 它不仅在穷顶上方 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还摧毁了大多数共生体防御装置 从内线的裂隙边缘来看 城市外壳应该被某种距离压垮的 虽然构建上层翘体的结晶石源 不如诞生之塔那么坚固 但好歹处于魔力屏障的保护之下 仅仅一击就轰出一个缺角 由此可见 那东西的威力有多么惊人 血粉绝对不会有如此效果 就算数量再翻上十倍 也做不到 人类所使用的武器显然是新的传承 而族群却对此一无所知 更令假面神情难看的是 铁鸟并没有趁势一拥而下 向着陷入混乱的地面部队发起攻击 而是再次进入了回转 压根没有靠拢的意思 这东西难道不止一个 他回头看了眼裂口下方的高塔 以及翻涌的浮游湖 心里猛地沉到了底 让所有伯格尔一兽都升空 不要被眼前的铁鸟缠住 去尽可能高的地方侦查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立刻向我汇报 假面用意识大吼道 向你汇报 纳索佩勒 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王成一兽军 可是我的部队 无望语气不善道 如果不是还没研制出能飞的共生体 他乃需要说这些废话 假面按住火器 听好了 人类的真正主攻力量 不是那群铁鸟 而是别的东西 他回想了下之前的情景 那东西应该飞得很高 而携带的武器 则会从高空坠下 并在特定高度爆炸 因为威力极大 所以铁鸟 才会一直徘徊在外围 他们的目的 不是攻击神造之神 而是为了保护主攻者 你必须赶紧找到他 然后消灭他 否则我们就完了 完 你是说 被人类 无望愣住 快去 结下那支部队 这点 只有你能做到 假面接着将意识 转向族群核心 王 请让我转移神造之神 我们不能再待在原地不动了 这样下去 只会被人类当成靶子 他原以为 还要花费一番唇舌 才能说服王 主动躲避人类 没想到王很快 给出了指示 王成的控制 暂时由你负责 务必消灭入侵者 这就是脱离了自我情绪 完全基于理性的推断吗 假面朝诞生之塔 低下了头 遵命 我的王 自从王和核心一气融合后 倒是越来越 对他的胃口了 说不定再过上百年 对方就能真正明白他的理念 可惜了 如果不是主宰圣座太过可怕 他说不定 不会做得那么彻底 假面高举起迷你核心 将魔力悉数灌入其中 神噪之神发出一声哄响 接着毫无征兆地生气 同时朝天空扩散地 烟住下方飞去 在拳拳接管的情况下 他不必再通知手下 仅凭手中的核心 就能让整个王城 按自己的意思运转 浮空陆地的突然移动 无疑会给城内族人 造成一定的危险 比如行走在岩壁 边缘的倒霉鬼 会掉下万丈深坑 摔个粉碎 不过这已不是那所佩乐 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让那种黑色炸弹 落进穷顶中 局势将真正无可挽回 发现大量恐兽升空 重复 发现大量恐兽升空 他们出我们来了 这里是第六飞行小队 伙计们 散开准备迎敌 晨光点亮天空后 空骑士终于不必再靠 尾灯指引方向 不过沐浴在金色晨曦中的 并不全是美好的景物 除了那朵如花般展开的烟云外 大量黑点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 他们从神造之神里 分涌而出 宛如一群气势汹汹的野风 和平方舟号 现在情况如何 提力大声问道 已经核算完毕 即将进入投弹阵位 之前为了确认爆炸情况 花费了轰炸机组不少时间 由于魔鬼王城存在外壳 想要发挥出第二颗内包弹的全部威力 必须尽可能让其靠近红武源头才行 即便希尔维第一时间测算出了新的空投参数 但7000米高空投掷 所产生的自然误差 已经超过了裂口的范围 因此 方舟机组主动降低了1500米高度 以确保能让炸弹飞入城中 方舟号准备投掷 各机组做好防冲机准备 数十秒后 电台里再次传来了汇报声 等等 这时希尔维突然打断道 神造之神开始移动了 第1466章 乱局和平方舟号上 已经握紧闸杆 正准备向上拉起的阴面 又将手收了回来 方向呢 向东九度 他们正朝着烟柱前进 叫官 接下来要怎么办 主驾驶回头 问道 以神造之神的体积 即便移动起来 也无法避开来自空中的轰炸 何况魔力屏障已经失效 第二发太阳之灰 只要落在黑石金字塔附近 都有不小的 几率摧毁方舰杯 而且对于机组来说 这一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 但它并不是为了安全 才登上这架飞机的 两架轰炸机的驾驶者 都是从优秀学员中挑取 唯独机长由教官来担任 目的再明显 不过 前者是开好飞机的关键 而他们 则是完成作战的保证 不小的成功率 意味着也有概率失败 而他要的是抛开 听天由命的部分 将自己能控制的部分 做到极致 关于两轮攻击间 神造之神 可能发生位移 甚至从一开始 就在移动的情况 参谋部也讨论过多次 解决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用高度去换命中率 直到让敌人必无可避为止 高度下降2000 重新计算投单路线 英恋毫不犹豫地下令到 他们跑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此时 孔兽已经同俯冲的鸡群 撞在一起 古德感到天都暗了许多 仿佛刚露出头晨曦 再次被夜幕吞没一样 无论是上下左右 都有敌人的身影 天怒号的机炮口 喷射出一道道耀眼的流光 是唯一能令他安心的东西 瞄准 或是稍稍对正 然后开火 任何挡在路径上的恐兽 都会被撕成碎片 个人技巧 在这样规模的 大战面前已意义不大 就算再眼观八面 也不可能发现 每一个冲着他来的敌人 如果不是身边的队友 一路进行掩护 他估计早就被 四处横飞的骨毛的击中了 三轮长扫射后 古德感到眼前豁然一亮 才发觉 自己已经贯穿了恐兽群 回过头去 尾巴后方 居然没有一个敌人咬上来 魔鬼在干什么 他们的注意力 似乎没放在我们身上 一直跟在他侧翼的分晶 也察觉到了这点 古德驾驶飞机 拉开距离 顿时心道不妙 从整体上看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恐兽 只有少部分 和空骑士缠斗在一起 其他的都在竭力 向更高的地方爬升 按道理 魔鬼应该根本发现不了 穿行在云层之上的轰炸机 才对 事实也证明 他们确实没有发现目标 对方虽然在爬升 但路线却是五花八门 大有一种蒙头乱撞的感觉 该死 魔鬼正在寻找方舟号 古德对着电台吼道 这不是好事吗 分鸡吹了 声口哨 凭他们的飞行速度 想要抓到轰炸机 可得花不少功夫 我们也可以成绩多干掉几个 帮殿下减轻点压力 话虽如此 不过古德心里却总有骨不安 又有一群 敌人冲过来了 队友提醒道 我们先去云端 那里更适合消耗站 高度拉到四千米以上 孔兽连拍动翅膀都费力 我们可以像剃头一样 一层层削掉他们飞在 最前的尖子 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 我先爬上去了 十多架双翼机 先后拉起 朝着高空飞去 古德却没有跟上 他将电台调到小队评段 单独对分金说道 我们就留在这层空域 啥 留在这儿 万一敌人突然放弃搜索了 第一个挨揍的 可就是我们 那边立刻传来了老伙伴的质疑 再说了 不趁着这个机会扩大战果 岂不是功劳都让别人战了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魔鬼的举动 古德一边盯着战场 一边解释道 你想想 他们既然能猜出轰炸机的存在 那么会不会 发觉刚才的那一击 实际上是来自于一颗不起眼的炸弹 不会吧 魔鬼根本不知道 太阳之灰计划的存在 也没有提前发现 我们的进攻 从投弹到引爆不过几分钟的事 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得这么清楚 我不确定 但只是觉得 浮空丞相掩柱一栋 恐怕并不是巧合 古德南南道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那是爆炸之物形成的尘埃云 避开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主动去靠近它 一旦魔鬼是故意而为之 那么炸弹坠落的这段时间 就是他们最后能抓到的反击 机会了 好吧 沉默半赏后 分精无奈地应道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信你一次好了 不过要是因此损失了战功 你可得好好补偿我 一个月的混沌饮料如何 不必 只用把你的妹妹介绍给我就行 啪唧 耳机里传来了通讯中断的声音 分精笑了笑 转头朝古德飞去 该死 这些家伙 还真是难缠 无望驱动飞行魔石 手忙脚乱地躲避着 朝他射来的一簇簇子弹 按照假面的说法 被这小玩意打中的话 跟正面 还一记垂机没什么区别 魔力屏障也无法抵挡太久 既然沉默 知灾都吃过人类火气的苦头 他自然不打算亲自去体验 原本以他的能力而言 干扰普通人类的感知 简直轻而易举 即使对方佩戴着神罚之时 他也能 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方 可偏偏盯上他的 是一名女巫 更令无望难受的事 那名女巫 似乎根本没打算用魔力 来决出胜负 她驾驶着一架血红的铁鸟 几乎不会接近到 他周边900尺范围内 虽说是打一枪就跑 但对方不仅行踪极为灵活 而且准头也不差 顿时便让他陷入了追不上 甩不开的被动劲敌 幽魔者不依赖自身魔力 反而寄托于外物战斗 这在他眼里 简直是奇耻大辱 而且这样的家伙 似乎还不止一个 比如云层中 时不时射下来的神石弹 显然也是出自女巫之手 如果不是他晋升后 对敌意格外敏感 早就中了敌人的偷袭 说好去追击人类 结果反被猎物死咬不放 弄得进退两难 无望还从来没有 如此窝火过 说到底 能在空中做到和地面一样 灵活的 也只有被称为 天穷之主的海客佐德而已 他空有一身能力 如今却只能依靠飞行模式 左躲右闪 全是那所佩乐的错 如果让一兽大军 直接和敌人正面厮杀 他又怎么可能会被 这架红色铁鸟 肆无忌惮地追击 什么暗藏在高空中的攻击主力 说的就好像 自己看到了一样 无望闪身 避开女巫的又一轮扫射 愤愤望向头顶 随后不游地一愣 只见一架漆黑的巨型铁鸟 从烟柱中滑出 它的身躯 比最大的伯格尔一兽 还要粗壮 一对翅膀下方 悬挂着四个驱动装置 其他的双翅铁鸟 与之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毫无疑问 这便是假面所指的异想 居然被他说中了 其他异兽部队 也注意到了这点 纷纷按先前的指示 朝新目标追去 人类虽然试图阻止 但在数量上的绝对差距面前 阻拦 也只是在拖延时间 击落这只巨型铁鸟 已是迟早之事 好吧 算你说的 对 无望用福音传讯道 我的部队 已经找到了你所谓的进攻主力 相信很快就能解决 然而假面的声音 似乎丝毫没有放松 它是什么模样 快告诉我 无望皱了皱眉 不过 还是直言道 看上去 像是一个更大的人造铁鸟 它的腹部下方呢 有没有挂着什么东西 这时 女巫又袭击过来 真是没完没了了 等到消灭了那只大的 很快就该轮到你们了 无望堪堪闪开后 才有功夫仔细看上两眼 它下面什么都没有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什么都没有 假面罕见地重复道 没错 无望不耐烦道 除了一个大坑外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第1467章 不同的命运 那索佩勒只觉得背后 陡然升起了一股寒意 他见过铁鸟 俯虫头弹时的模样 既然第一轮攻击 来自一个大型金属块 那么无望所发现的 更大号铁鸟 也完全能对得上 先不论人类何时 竟能将铁鸟造得那么大 至少他们的原理和结构 都应该是相通的 而腹部只剩下一个大坑 意味着敌人已经 投下了第二个金属块 那么这东西 现在在哪 那索佩勒一边驱动 王城变更方向 一边抬头朝云柱顶端望去 但很快 他便放弃了无谓的尝试 没有眼卫的协助 光凭自己那几双半瞎的眼睛 与铁鸟缠斗的踪迹 而那些下坠的黑点 既有可能是铁鸟碎片 也有可能是伯格尔一兽的残肢 甚至是失去坐骑的原生体 事实上 他连无望所说的 巨型黑色铁鸟都看不到 翻滚的烟尘 此刻已扩大至数十里 在头顶形成了一朵巨大的散盖 期间必然形成不连续的遮蔽 想要从低处一览全局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有扔下什么东西吗 或是附近有没有 高速坠落的黑色物体 最好描述的再清晰一点 来不及了 那索佩勒意识到 他还能做些什么 要怎么样才能避开这次攻击 众多脑袋里涌起一个又一个假设 但很快又纷纷掐面 不行 不行 还是不行 最后假面发现 自己竟一筹莫展 面对敌人不可思议的传承武器 他能做得以所剩无几 神造之神极为庞大 想要在短时间变更方向 根本无法绊倒 哪怕他已经向核心仪器 下达了全力倒退的命令 可巨大的惯性 依然在推着山体缓缓向前 拦截来袭的铁块 先不说那东西的具体方位 与速度一概 未知 就连下达这个指令 都难以实现 异兽部队已全面散开 并将第一目标 放在了巨型铁鸟上 诞生之塔的意识传讯 又只有能碰触到 异世界的高阶晋升者 才可以感应到 他根本没办法 将这一即将迫近的威胁 通知给上千只作战的 原生体与出生体 假面 唯一能计息的 便是那些只有一个脑袋的家伙 能够再聪明一点 把人类的武器 当作另一种异象 而不是放任这个黑铁块 砸进亡城之中 接下来族群的命运 已和个人意志无关 希尔维情不自禁地咬住了嘴唇 和平方舟在魔鬼的围攻下 已是浓烟滚滚 机头更是在敌人的撞击下 整个凹陷进去 尽管两台发动机仍在旋转 不过这并不能扭转 它坠毁的结局 在方舟号的周围 是密密麻麻的孔兽 他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朝着失去控制的飞机 投出带有爆炸效果的长矛 那场景 令他忍不住联想起了 分石猎物的突救 这也是机组自己做出的选择 为了缩小投担误差 和平方舟从7000米一路 下降至4000米高度 这一距离已小于安全极限 而且计算出来的航线 几乎是笔直 撞入敌人的搜寻区域 同时与致命的放射性 沉住高度重合 可以说一旦决定实施 便没有回头路可走 得到修正参数 算出结果后 机长阴面并没有对他说太多 仅仅只有两句话 方舟号收到 多谢 接下来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就好像这是一件 在寻常不过的事一样 如果他不将观察到的参数 告知对方 或是选择一条 更加安全的路线的话 温蒂忽然按住他的手 像是看出了他的不忍一般 这不是你的错 阴面很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 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是方舟号 吸引了大部分敌人的目标 空骑士的损失 恐怕难以估量 让他们撤出爆炸区域 做好防冲机准备吧 希尔维知道对方说的没错 在敌人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 主场上作战 空骑士 能坚持到现在 已是不易 他不能让阴面的决心白费 是 他深吸一口气 重新振作起精神 将消息通过服印和电台 一同传递出去 接到指示的机群 纷纷转向 利用速度优势脱离战场 也就在这时 远处撤离 有三架天怒号 不仅没有离开的意思 反而向着魔鬼王城飞去 喂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耳机里 分轻嚷嚷的声音 几乎没有消停过 这可不是在演习 我当然知道 古德同样吼道 说话间 他以一段干净利落的长点射 干掉了一只迎头冲来的恐兽 如果大家都往外飞的话 敌人肯定会注意到 方舟号投掷的炸弹 虽然改变他的轨迹 没那么容易 但天知道 最后会发生什么 不信你看那家伙 他显然跟我想的一样 古德之所以坚持 留在最初的迎击空域 正是担心魔鬼 有可能会注意到 高空投掷的炸弹 并阻止他落入神噪之身中 第二颗内爆弹 重达四吨 内置神阀之时 无论是头锚 还是魔石能力 都很难伤到齐分毫 但问题在于 他只有在浮空城的 核心区域起爆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也是作战计划 多次强调的一点 恐兽想要主动追上他 几乎不可能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若是恰好有魔鬼 挡在他下落的路线上 结果兴许会大不相同 而他就是这最后一道 路程的看护者 遗憾的是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 想到词典的人 有人行动得比他更快 恐怕在炸弹 脱离机舱的那一刻 对方就跟上了 那人正是曼福尔德 卡斯坦因 实际上 他也是先注意到 曼福尔德的作家 才从混乱的视野中 找到那颗圆滚滚的炸弹的 三驾天怒号 先后排成一个三角梯队 追逐在炸弹之后 发动机的轰鸣 几乎穿透了耳罩 古德甚至能看到 炸弹尾端的稳定气一片 如果是以前的天火号 只怕早就在这样的 高速飞行下散架了 好在该过程不会 太长 在消灭两只试图 靠近的恐兽后 神造之神 巨大的穷顶裂口 已经近在眼前 第1468章 然点 古德紧紧握住操纵杆 一眼不眨地盯着前方 时间的流逝 仿佛变慢了 一开始 他还能听到隐情的咆哮 渐渐的 那声音被扑通扑通的 心跳声所取代 但没过多久 连心跳声也不复存在 周遭的世界 变得格外宁静 炸弹正一点点 远离天怒号 而穷顶上层的裂口 也越来越大 几乎占据了大半个视野 至此 已经有许多魔鬼 注意到了他们 不过在凝固的时间中 对方连掉头的动作 都慢如蜗牛 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 启程前任务 确认会议上的情景 殿下 轰炸机组投掷的炸弹 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如果我飞得够快 应该就能把冲击甩在背后吧 问这话的人 正是分金 无论何时 他那不着调的言论 总是能引起大家的哄笑 老实说 他有时候挺羡慕这家伙的 除非你飞得比光还快 长公主毫不留情地 将这一想法驳斥了回去 他爆炸时产生的强光 能直接把你烤熟 等你看到时再想跑 只怕为时已晚 即便侥幸躲过光照 接下来的冲击波 也会在短时间内超过因素 所以唯一安全的躲避方式 就是离他足够远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 至少第一颗是这样 那第二颗呢 若是幸运之神眷顾你的话 或许还有其他机会 不过与其祈求上天 你就不能推动下操纵感 提前撤离吗 在哄笑声中 提力殿下并没有细说下去 不过古德却听在了心里 其实只要看到第一颗炸弹爆炸后 就能猜到长公主 所指的其他躲避方法是什么 单靠太阳之灰自身 尚不足以将神造之神彻底抹去 这也是计划中强调 因尽量瞄准悟狐核心区域的原因 而当他在内部起爆时 后者庞大的身躯 将成为天然的遮蔽物 但长公主殿下 有一点没有说对 那并非全看运气 更多的是取决于队友 倘若是其他人 古德道不敢如此笃定 而负责第二轮投掷的 和平方舟机长 是阴面 一个最不相信运气的人 如果是教官的话 这是古德决心护送最后一程的原因 他不想让敌人的运气破坏 教官所做的一切 喂 古德 回答我 你在发呆吗 忽然 同伴的声音打破了时间的停滞 风声和引擎轰鸣声 又再次回到了耳边 混蛋 再不走 我们就要跟着炸弹一起进去了 你想要扔下瑞秋 还记得我们练习时 做的那套动作吗 古德打断了他的话 三 二 一 话音刚落 飞在最前面的曼福尔德 拉起了机身 他紧随其后 将操纵杆拉向胸口 三架飞机依次散开 宛如一朵绽放的花 而位于中心处的花蕾 便是那颗圆滚滚的炸弹 巨大的力 将它死死压在座椅上 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 视野缓缓转动 由中央裂口 一点点移向外侧的黑石塔壁 即使以天怒号的机动性 在此刻也显得格外艰难 处于高速俯冲阶段 想要直接转为平飞 是绝无可能之事 何况炸弹一旦爆炸 整个天空都将变得危险至极 他们所能做的 便是竭力调整角度 让天怒号贴着神造之神的 外壳飞行 借由金字塔形的石壁 来逃脱爆波 同时用距离去换取转向时间 也就在这一刻 古德看到了一个极为古怪的魔鬼 无论是装饰还是模样 他和战场上其他魔鬼 有着本质的不同 双方最接近10不到50米 说是擦肩而过也不为过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以为自己会被对方的能力 撕成碎片 或是变成石像之类 他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飞了过去 与此同时 炸弹擦着裂口的边 坠入了穹顶之内 假面放下了高举着核心的手 运气并没有站在族群这一边 或者说 当他看到三只铁鸟 伴随着黑铁块一路冲下时 这就已经不再是命运的对赌 有倍对无倍 人类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他在抢求巧合来扭转一切 未免也太小看 命运了点 纳索佩勒闭上眼睛 连接上了诞生之塔 王仍在不断发出指令 包括调动 驻扎在安列塔的部队 语气冰冷的 就像人类的机械一样 他直接控制核心仪器 切断了王的传讯 从某种意义上 这么做 相当于暴露了 他对魔力核心所动的手脚 只是他已不在乎这点 王也很快反应过来 脚下的浮游弧 顿时翻涌不已 魔力的震荡 犹如十字般强烈 恐怕在意识之海中 王已经掀起了数道连衣 只要自己跟意识界 有丝毫接触 估计连抵抗的机会 都不会有 便会被直接拉入 主宰圣座 可惜的是 他创造的网和异世界 没有任何联系 这里是独属于他的领域 假面索性 把能感知魔力的脑袋 一并屏蔽 整个世界随之安静下来 此时此刻 他便是诞生之塔本身 而这也是 最适合感受 人类新传承的位置 看到金属块的瞬间 那索佩乐向着天空 张开了所有手臂 来吧 让我好好看看 知识的 力量 他没能说出后半句话 耀眼的光芒吞没了他 随着一声闷雷般的巨响 古德惊讶地看到 身后的黑石金字塔 猛地膨胀了一圈 就好像那外壳不是石头 而是某种柔软的液体一般 强烈地冲击在 岩壁上 折出了一道明显的波纹 当它扩散至顶点时 烈焰家带着大量烟尘 从裂口处喷涌而出 瞬间超过了 第一次爆炸时 所产生的沉住 金字塔的上层 也彻底瓦解 几乎三分之一的石块 被一起送上了天空 如果再慢上一点 这一次爆炸 足以将它一起淹没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很快 喷出的烈焰 变成了另一个颜色 那色则简直通鲜蟹一样 它的喷发规模 很快超过了烟住 并将半边天空 染成了新红色 古德注意到 那并不是什么红物 而是粘稠的流火 此时的神造之神 就宛如一座爆发的火山 源源不断 将内部积攒的熔岩 喷向云霄 而当这道流火 扩展到一个极限时 另一个更为震撼的爆鸣声 轰然炸开 布湖被点燃了 第1469章 陨落之城 古德发誓 那绝对是他一生中 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景象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那就是一座 浮在空中的火山 并且这座火山 不是只有一个喷口 而是四处开花 震天焊地的爆炸声过后 不止上层穹顶 被烈焰冲开 城市周边的领域 也喷出了 数百道暗红的燕流 他完全能想象 出神造之神内部的情景 在惊人的高温下 红雾化作一团团粘稠的火焰 就像被点燃的油脂一般 而这又进一步提升了 空气的温度 使得其加剧膨胀 最终从靠近地面的洞穴 与裂隙中破土而出 这意味着魔鬼 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生 即使他们躲在 能抗住高压与冲击的密室内 也会被上千度的 高温烘烤至死 那绝对是地狱一般的景象 哪怕是敌人 古德此刻也对其 生出了一丝同情 不过他自身的处境 现在一好不到哪里去 神造之神 从中央到边缘 这短短数十公里的距离 完全称得上危机四伏 连锁反应 丝毫没有终止的迹象 那些动辄数十米高的燕流 就像一把把利刃 只要撞上必定击毁人亡 如果这还算他 能用技巧化解的事情 那么从天空落下的火雨 则根本不是他能掌控的事情了 最初 随着爆炸喷射出去的碎屑 如今已进入下落阶段 他们要么是半熔状态的石块 要么就是燃烧的焦状物 古德只要抬起头 就能看到头顶那密密麻麻的火点 他们看上去遮天蔽日 连晨曦的光芒都被压了过去 见鬼 你看到天上的玩意了吗 分金在另一头嚷嚷道 废话 我又不是瞎子 他的范围也太夸张了点 这点时间根本来不及飞出去 要是等他落下来 我觉得我们怎么跑 都难逃一捡 不 自 还有一个地方 自 已避开 此时频道里忽然多了一个声音 显然 那正是抢在他们前面的曼福尔德 大概由于散开的方向不同 彼此间有障碍物阻隔 他的通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同意 但前提是 我们能及时赶到 古德回到 等等 你们不是认真的吧 分金很快反应过来 这东西马上就要坠毁了 你们还想拿他避难 他知道同伴说的没错 事实上当第二次爆炸发生后 古德心里就已经清楚 陛下的计划生效了 神造之神很明显 正在一点点发生清闲 尽管他仍悬浮在离地面 百米左右的空中 但这种变化无疑说明 控制浮空城的魔力核心 已遭到了破坏 坠落不过是时间问题 如果能抢在火雨落地前 飞入神造之神底座下方 他们就能避开 被喷发殃及的命运 可考虑到不断下坠的浮空陆地 这么做 同样也风险重重 一旦没控制好方向与速度 不是直接栽进地里 就是撞在黑石壁上 下场不会比被火雨 直接命中好到哪里去 但前者至少不用听天由命 此刻飞机终于转入平飞状态 古德将油门加之最大 朝着神造之神的边缘冲去 海鸥号上 希尔维看到了魔鬼王城的覆面 剧烈膨胀的红雾 不仅沿着城市穹顶喷波而出 同时也冲开了下方塔底的闸门 燃烧的红雾 在高压下化作粗壮的燕主 先是瞬间吞没了聚集于下方的魔鬼 接着如喷火枪一般 灼烤着大地 波及范围 足有数公里之远 接着是如雨般洒下的落石 他们大多裹着火焰 或浑身通红 接连不断地坠大地 保护王城的恐兽 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无论往哪个方向逃 都难以避开这天罚般的打击 离王城上有一段距离的魔鬼营地 也遭到了严重波及 不过他们 终归位于喷发物覆盖的边缘 一开始就向后撤退的部队 虽谈不上毫发无损 但不至于全军覆没 恐怕对于他们而言 曾被视为神迹的造物 此刻变成一座火火熔城 才是真正无法承受的打击 至少希尔维便看到不少魔鬼 正在原地一动不动 眼睁睁地望着黑石塔向他们压来 在经历两次爆炸后 神灶之神彻底陷入了瘫痪 他拖着上下喷发的两股火焰 沿着原先路径一路下沉 一刻钟后 下方的巨型金字塔顶 最先与地面接触 两者的相撞 引发了第三次轰鸣 被挤压的灼热气浪 甚至形成了一圈小小的冲击波 在惯性的作用下 浮空陆地继续向前滑行 将身下的营地和绍战碾成积粉 当他缓缓停下时 身后背 生生划出了一道数千米宽的沟渠 喷涌的火焰 也在这一刻减弱下来 翻滚的烟尘 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效果 不过那绝不意味着 就此平息 现在神灶之神的 内部如同一个滚烫的火炉 这点 可以从地表上那些通红的裂缝看出 或许这场火得烧上好几个月 才能真正等到熄灭的一天 而在此之前 那些居住在城市内的魔鬼 皆会成为他的燃料 现在希尔维唯一关心的 便是冲入神灶之神下方的三人 怎么样 有看到什么吗 提利殿下也在询问他们的下落 不 暂时还没有发现 他轻咬嘴唇回道 神灶之神经历过轻浮 坠落和滑行 想要一路伴随的风险 可想而知 若迟迟不出现的话 估计结果已凶多吉少 等等 忽然就在这时 他的魔力之眼注意到了几个不起眼的黑点 他们看上去像是被气浪卷起的碎石 却迟迟没有落地 希尔维调集起最后的魔力 将视野放大 只见三架灰白色的双翼机 从滚滚烟尘中冲去 围衣上高塔长枪的标志 显得分外鲜明 尽管每架飞机看上去都破破烂烂 机翼上不仅沾上了一层尘土 蒙皮也不再光滑完整 但至少机身依旧完整 他近一时间说不出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堵在了胸口 吸了吸鼻子后 希尔维才拿起符印回复道 殿下 那三人都没事 是吗 体力的语气陡然轻松了许多 我就知道 真知道的话 也不会一直老问了 一旁的安德利亚偷偷撇嘴道 温帝笑着摇了摇头 那么通知大家返航吧 让我们把胜利的消息带回给罗兰陛下 第1470章 破裂 这不可能 血腥望着一片通红的天际 紧握战斧狂吼道 他虽然看不到神造之神的具体情况 但无论是那道直冲云霄的血色风暴 还是连续传来的爆炸声 都表明着局势不容乐观 作为族群最早晋升的大军之一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人为的火雨 记忆里 只有黑石遇上的天灾 才会引发这种天地同名 火焰连云的异想 而当强烈到高阶晋升者 都能察觉到魔力波动席卷而致实 最糟糕的预想悉数得到了验证 那已算不上连衣 而是垂在心头的一记闷想 唯有王的 失去方能引发如此明晰的阵战 若想要杀死亡 就必须先攻陷神造之神 那意味着同时与数千出生体 十余万元生体 以及更多的共生体作战 血腥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人类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无望和假面都在干什么 他的怒气此时已升至顶点 这两个混账信誓旦旦 说能保卫好神造之神 结果短短半个时辰不到 后方就宣告沦陷 如果他们此刻出现在营地里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将其剁成两半 等等 你要去哪 就在血腥咬牙切齿地 向营区外走去时 死亨拦住了他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去杀敌 让开 你要怎么摸到 天上那些铁疙瘩 后者一动不动 何况神造之神 一旦受创 这里的诞生之塔 就是附近唯一能抵达的 浮游园 还活着的族人 必定会第一时间 向安列塔撤退 你想就这样顶着人朝前行 那又如何 谁挡着我 我就把谁碾碎 血腥狠狠吐了口唾沫 然后令牵一团的士气 降到谷底 死痕沉生道 刚才的波动 已经让大营惶惶不安了 你现在再独自离开 只怕他们会以为你吓破了膽 独自逃命去了 如此一来 整个军队的秩序都会崩溃 放屁 血腥怒不可赫 就算面对天海界千万大军 我都没有后退过一步 你居然说我会害怕 你不会害怕 又有什么意义 关键是 其他竞争者的想法 哪怕猜测与事实不符 在混乱与危难之际 一样可以使人深信不疑 遗憾的是 以你的理解能力 恐怕很难想明白这一点 一个声音 忽然从他背后传来 血腥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绝对不会忘记 这个声音的主人 那正是失踪已久的天穷之主 海克佐德 他几乎没有犹豫 举起斧子回身 便朝下砍去 激荡的魔力 轰然炸开 在地面上 掀出了一个树杖宽的大坑 烟尘还未散尽 海克佐德便从另一扇扭曲之门中 走了出来 你这 叛徒 血腥扭头嘀吼道 所以我说 即使猜测在荒谬 也没人会去在意 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他不以为然道 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被判过族权 这几个月来 你究竟去了哪里 死痕的神情也十分震惊 虽然不像血腥征服者那般愤怒 但亦做出了戒备的姿态 我去了无底之境 也就是族群口中魔力的源头 一事件 海克佐德一字一句回道 你说 什么 死痕愣住 他就在曙光静于黑石狱之间 泛起迷雾的大海上 天穷之主将自己的经历与发现 简单讲述了一遍 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 正是梦魇大军瓦基里斯 这一连串的惊人消息 让两名大军目瞪口呆 也让其他听到动静 而围拢过来的族人 发出了窃窃私语 片刻之后 血腥才反应过来 所以你和他一起背叛了王 这场袭击 也是你们勾结人类的成果 我知道你无法理解 正如被愤怒冲昏头脑后 执意要去向人类复仇 却将族群的利益抛至脑后一样 海客左得转头望向死痕 但你和血腥不同 应该明白 这些线索背后的意义 另外 我虽然和人类有过接触 却并没有参与到 他们的袭击计划当中 勾结的 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死痕沉默半上后 才开口道 确实 我不是血腥 因此 语言上的把戏 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 是 你的离开 便像削弱了王城的 防御能力 就算没有参与 也不能说 这场袭击跟你无关 做事不管这种行径 本身就是在帮助人类 不用废话了 血腥吼道 你用能力控制住它 我要亲手把它撕成碎片 但死痕并没有行动 我想问的是 即使做到这一步 你也依然认为自己 仍是为了族群吗 我认为的东西 没有意义 海客左得平静地回到 事实便是 人类掌握的传承 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彻底击溃他们 已无可能 最后的结果 不过是两败俱伤 谁都无法在 轮回之战中延续下去 然而换的思路 想的话 如果神异之战并非必须 那么 或许两族都能活下来 为什么让步的非得是我族 这一次天穷之主的声音里 隐约带上了些惋惜 因为能影响到神明的 是一个人类 你 确定 如果你见过那个虚构的事件 就不会这么说了 天穷之主叹了口气 听孟眼说 族群也曾有机会走到这一步 创造了云霄学会的西斯塔利斯 就听到过神使的低语 而那时候 人类还只是一盘散沙 死痕盯着他许久 似乎是想分辨 那到底是不是真心之眼 最后才低声道 孟眼究竟想把族群带向何方 像你说的那名人类效忠吗 不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带他去无底之境即可 既然如此的话 荒谬 血腥 抬脚猛地踩向地面 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这跟拱手而降 把命运交给他人处置 又有什么区别 相信虫子的诺言 我看你们都疯了 孟眼也不过如此 这是唯一的鸡 你把施舍当成机会 他举起斧头 这几百年来对天海界的战斗 难道就没让你的胆量 变得更大一点 哦 我忘了 你确实没有 毕竟躲在后方 又怎么可能遇见真正的强敌 海客佐德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生来就是为了鲜血与厮杀 而所谓的命运 也只能被我自己掌控 血腥咆哮道 向敌人放下武器 然后祈求他们的善意 不 我血腥征服者 宁可战死 也不会向任何人投降 虽然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但我还是想尽力避免 来着 海客佐德 抬手打了个响指 一扇新的扭曲之门 于他背后缓缓张开 从门中走出的 是面无表情的沉默之灾 天空中涌起了滚滚乌云